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 打不住 旁边是仙芝小仙 大家新年好 知道为啥我会说是你会是仙芝吗 因为其实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期关于2022年预言的视频 对吧 对 那可真是太准了 对太准了 可惜是国内平台发不出 对啊 我们发了很多的平台 但是 只有抖音 对能过省的只有抖音 还有一个不存在的平台 对啊 但是即使如此啊 我决定 今年我们仍要要顶住这股压力 继续制作一个关于2023年的预言 虽然大家可能还能只是在几个 仅仅几个平台上能看得到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就是 说中了 大家能有一个准备 就是这期节目最大的意义所在 本篇内容 仅供娱乐 切勿担真 好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上一次视频中我们提到的语言 看实现了哪些 没有实现哪些 看看哪些预言家预言的最靠谱 之后我们再将 每一个预言家对于2023年的预言逐条列出 供大家参考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俄乌战争 这次事件是由 郑伯剑 诺查丹玛斯 还有汉米尔顿帕克都预见到了 郑伯剑预言 版图争端会愈演愈烈 战火延绵世界 如果没有强力人员来团结世界各国 世界将会全部陷入战争之中 直到2024年 二月份才能看见曙冠 而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则很简单了 他直接预言世界会发生武装战争 果然 二月底俄罗斯和乌卡就爆发了战争了 第二件事就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 关于这件事 本来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之一 但是结果它真的发生了 这件事情使用奇门遁甲的马来西亚预言家 郑伯剑 还有诺查丹玛斯也提到 都提到了 又是他俩 郑伯剑是这样说的 世界领导者会被各种各样的问题重重困扰 有的领导人会遭遇事故或者暗杀 而诺查丹玛斯说的就比较直接了 他直接说一位国际领导人将会遭到亲信的暗杀 去年7月8号这位前首相的遇刺事件 到现在虽然没有公布结果 但是是不是庆幸也有可能 这件事情又有两位预言家预言道 这两位预言家已经很准了 到现在已经 好第三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新病毒的流行 这件事情只有哈密尔顿帕克预言道了 他是这样预言道 新的一波病毒可能出现爆发 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 去年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并不太了解 就是在欧洲和美国都流行了猴豆病毒 美国还爆发出了不明原因的肝炎 到现在也不明原因 所以哈密尔顿帕克也是都预言队了两个 还是很厉害的 第四件事情 人工智能将逐渐成熟 关于人工智能这件事情 最不可能预言队的诺查丹玛斯做出了正确的预言 他预言人工智能将逐渐成熟 并开始取代人类 因为他是最古老的人 对都五百年前的人 五百 这天不是穿越的吗 那怎么还有人工智能 大概率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解读他的那十四韩诗 他那十四韩诗其实写的很隐晦 这件事情不用我多说了 最近特别火的 Chart GPT 相信大家都已经领略到他的厉害了 写论文 写代码 做图 做设计 聊天 几乎是无所不能 原本各位专家都会预测说我们人类现在能保有的工作机会 就是那些有创造能够做艺术的这种工作岗位 我们人类相比人工智能有优势 但是从Chart GPT这个表现来看 还真不一定 好 最后一件国际上的大事 年末的最重要的一件国际上的大事 就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 查尔斯王子加冕为王 9月8号 白金汉宫镇时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 享年96岁 作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长最长的君主 伊丽莎白二世在位了70年世间 见证了15位首相 是一位妥妥的可以写 写出半部英国史的人 这件事情由汉米尔顿帕克语言队了 我们上面还少了一位语言家 就是令独的阿南德 主要原因就是阿南德语言的事情 都是以下这几件 其实这几件也是上面那几件 几个语言家都提到的事情 就是第一通货膨胀 现在不用说吧 美国通货膨胀去 都感觉到了 对都感觉到了是吧 第二能源危机 我们可能感触不深吧 至少欧洲人感触肯定很深 第三件事是供应链危机 这跟通货膨胀脱不了干系 第四件事 极端天气 这件事情我觉得 大家都应该有体会 看看干了的洞瓶湖 再看看干了的嘉陵江 嘉陵公 对啊 这几件事都预言队 这位阿南德 还有以上这几位预言家 其实整个对于2022年的预言 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几位预言家 对于2023年 他们都做出了怎样的预言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最少的那位 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预言 虽然我们提到他少 但是他在最近那段时间 在晚上那可是非常火 他火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他预言对了 2020年的疫情 而2022年呢 他预言对了通货膨胀 极端天气等等问题 也算是预言准确度非常高的一个人 阿南德呢 对于2023年做出了七条预言 第一条 他预言通货膨胀将加剧 并且呢 由于这次通货膨胀 几乎都是由美国大量超发货币导致的 美国的美元霸权将开始松动 这个影响其实非常大的 这会导致不少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同时呢 阿南德也对这一条预言做出了建议 他建议大家 在能力范围之内 尽量购买黄金等贵金属资产 来应对这次经济危机 因为啊 虽然说黄金不能当饭吃 但是他预言黄金等贵重金属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硬通货 金条埋起来 对金项链戴起来 大金链子戴起来 对 第二点 人类将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危机 其实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应该能理解 我们考虑一下2022年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经历的这些酷热 这些极端天气 肯定是会对粮食生产产生影响的 对不对 而在国际上 世界粮仓乌克兰还在战争当中 俄罗斯想要卖粮食也没法卖啊 现在对吧 印度美国去年也遭受了严重的干旱 南非则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这些产粮国家都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天灾 肯定都会导致粮食的减产 也由于这些天灾 肯定会导致2023年我们的粮食危机的爆发 这是很有几率爆发的事情 大家如果有心可以准备起来 像我们家就是从去年开始 其实就开始有一点囤粮的趋势了 对 基本上会保持半年以上的粮食在家里面 你怎么囤半年 半年以上啊 这种米啊油啊面啊这些 对 阿南德作的第三条语言 能源危机 由于战争原因啊 天然气价格和汽油价格 2022年就已经斩破天机了 今年呢 这个暴展的趋势啊不会减弱 可能还会变稳加力 但是阿南德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担心 知道吗 他说啊 虽然能传统能源的价格在暴展 但是啊 新能源的发展可能迎来大爆发 在这一点上 阿南德单独提到 中国可能是未来新能源产业的龙头老大 他说啊 目前中国其实已经布局了不少的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在2023年啊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基础是很好的 可能会在这一年迎来大爆发 第四条紧跟第三条 第四条的内容是全球气候庙 去年我们其实已经经历了非常多了 非常严重的极端天气 但这些不是结束 在2023年啊 极端天气将再次加剧 比2022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阿南德没有详细说 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怕了 加铃江都变成加铃宫了 再可怕一点那是啥 加铃宫 2024年的粮食可是不是更危机 对不对 好 要布局一下个人家里面种粮食了 有道理 第五条 第五条他说的很奇怪 他说的是新的人口危机 他解释啊 所谓旧的人口危机呢 是指人口出生率太高 就是人口太多了 而新的人口危机则是人口出生率太低 阿南德说啊 2023年将是全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从2023年开始啊 人口将不再越来越多 而变得越来越少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的祖国印度 他说啊 人口大国印度 可能由于一些原因导致人口崩溃 人口大幅度减少 在2023年 不知道他们有细说 但是 他没有细说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意思是啥 就是因为某些事情 导致了印度的人口也开始减少 就是因为 现在印度的人口是 除这些大国里面 唯一一个上升的 他可能是预言说 在2023年连印度都挺不住了 印度都变成一个人口净减少国家 他可能这意思 好 我们来说阿南德预言的第七条 有最后一条 是关于疫情的 阿南德说 到了2023年4月份 虽然新冠病毒不会消失 那也不可能消失 但是也将不再困扰世界了 人们将会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新冠不再成为一个影响 人们生活的因素 他就彻底变成一个感冒了 以上就是印度神通 阿南德关于2023年的预言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去年预言最多最准的一个人 英国预言家哈米尔顿帕克 关于2023年的预言 都有一些啥 第一条 哈米尔顿帕克预言 2023年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拜登可能会在2023年 或者2023年到2024年交接的时候下台 也就是说拜登可能不会坐满四年 但是他的下台也不是正常下台 他的下台会导致全世界经济受到影响 这个影响呢将会延续到2025年 这个事情就和阿南德关于经济危机的预言 相辅相成了 是不是这个事情导致的美国这个美元霸权的松动呢 会不会 是吧 这个预言家他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联系的 第二条 是关于俄乌战争的 哈米尔顿帕克预言 俄乌战争将在2023年4月份左右有较大的转机 有可能普京会下令撤军 好 第四条 他预言 2024年川普将重返竞选美国总统 并且和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副总统作为候选搭载 这个我觉得不是不能算预言 我觉得这是 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你家为什么最近 最近就美国的国会还是什么 会对川普提起诉讼 然后试图把他送入监狱 那就说明啥 说明就防止他回来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预言我们也做出来 我觉得川普肯定是想的 好 第五条 第五条可能对很多玩金融想暴富的人 有很有大参考价值 他说加密货币在2023年还会出现暴跌 虽然2022年其实已经暴跌过了 比特币之类的 对 不只是比特币 像什么狗狗币啊 什么比特币啊 反正那些币啊 对 就虚拟加密货币这一系列 虽然2022年已经暴跌过一轮了 现在比特币不是好像也不到2万美元了吗 已经 其实最高6万美元跌到2万美元 其实已经暴跌过了 但是他说还会暴跌 而他认为啊 这个时候 人们最适合投资的东西是贵金属 这个和安安德说的就是如出一辙了 又是黄金 这些东西了 但是帕克和安安德不一样啊 帕克对之后的生活还是很乐观的 就是2023年之后的生活还是很乐观的 帕克认为啊 2023年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熬过这次最黑暗的时候以后 这个黎明也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好 第三个呢 就是使用我们中国传统悬术奇门遁甲的郑伯剑了 他也对2023年做出了七条预测 郑伯剑认为啊 2023年将是八运更土运的最后一年 2024年呢将是离火运的第一年 更土运代表的是稳定 而离火运则代表的是动弹 变换和不稳定 因此呢2023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在两运交织的时候 世界局势都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巨大变化 他的所有预测啊 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动弹做出的预测 他预测 2023年世界经济动弹将会加剧 危机开始爆发在一个位于东北藩的国家 东北 这地球是个圆的呀 对啊 我也说地球是个圆的呀 东北藩的国家是怎么令的 你站在哪儿说的这句话 郑伯剑是在新加坡吗 对 他在新加坡 他的东北吗 你不好令 东北藩一圈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咱们暂且不说 反正 反正他也跟前两个说的一样 都是要有经济危机爆发 有这意思 第二呢 他的预言 国际上的各种超级大公司 大集团 各种丑闻 开始爆发 或者这些大公司 大集团会陷入债务危机 各种丑闻和债务危机呢 会导致股票市场的恐慌性抛售 如果处理的爆好啊 最终可能会导致动乱的发生 这件事情啊 其实跟汉密尔顿说的那个股票啊 这些东西 包括安南德也说股票啊 这些东西会有影响的 对吧 这三个预言家 其实在这些点上都出奇的一致了 所以说2023年的金融市场 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都买点黄金吧 第三 2023年啊 俄乌冲突不会有所缓解 反而会有再度升级的趋势 和平谈怕 在2023年的上半年不会出现 而这个大冲突导致的各种小冲突呢 会越来越多 呃 导致各种什么联盟啊 国家啊 甚至小的企业啊 团体啊 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 导致全球都不太稳定 他紧接着说啊 就是他第四条预测了 他紧接着说啊 因为这种不稳定 还会使世界多地发生恐怖的袭击情况 这种恐怖袭击都以爆炸 恐怖那个汽车炸弹 或者爆炸这种形式呈现出来 第五条 他预言啊 由于金融的不稳定 会导致供应链危机的加剧 其实这个也可以想到啊 股票这些东西金融不稳定了 还不通货膨占了 供应链有危机也很正常 这个咱们不说 我们来看第六条 他预测啊 在2023年 水患将会在年中 也就是2023年年末 席卷全球 这个水患的表现形式 这是他做出的第七条预测啊 这个水患的表现形式 可能以极寒的现象出现 就是可能在 他说啊 可能在2022年末 2023年初 或者2023年末 这种全球会遭遇极寒现象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道危机 这个 今年已经预测过要出现极寒天气了 是 明年又是极寒天气了 对今年他没有说 我们可能感觉还不深 北方可能会觉得今年会特别冷一些 好 郑伯健和汉米尔顿帕克一样 也给出了2023年的一些建议 郑伯健建议 他认为啊 现金为完 就是他不是说是不让你去买贵金属 但是他认为 你手上要持有现金 不要持有资产 他说啊 当到了2024年正式进入离火运之后 会有新的生存策略生存之道出现 在这件事情之前呢 尽量的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是最正确的选择 他也认为啊 2023年将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现在我们说完就是还活着的 现代的语言大师们的语言 我们来看看 去世的语言家对于2023年的语言 就是语言界的禅情术诺查丹玛斯拉 他的第一个语言是 俄乌冲突将会扩大 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量的开始 这么狠的吗 他语言就这么这么激烈 虽然他年代久远啊 但是他的语言准确度很高了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这条语言失败了吧 第二则语言则是 世界秩序大变 他的语言是这么说的啊 2023年法国一个皇家宫殿内 将会出现圣火燃烧 有的人说啊 这个圣火是指皇家宫殿被烧了 而有的人则指 圣火则是代表新秩序焚烧旧时代 就是旧时代终结了 新世界的新秩序将开始 而根据诺查丹玛斯的十四韩诗 也有人预测 这个秩序的开始是由于 现在地球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联合组成联盟 这个联盟开始打造的新秩序 第三则这个有点可怕了 他说是会发生可怕的审判 有人就指出啊 这个可怕的审判是指 目前天主教教宗 三纪各将会泄认 这个泄认呢 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 蝴蝶效应般的影响 具体是什么影响呢 也不知道 但是总之呢 这件事情会对宗教界带来很大的冲击 而最后一下预测啊 一贯的诺塔丹玛斯总会预测一些 连现代人都不敢预测的东西 诺塔丹玛斯说啊 2023年人类将会登陆火星 或者对于登陆火星这个研究方向 取得重大突破 她就说啊 2023年要么人类就登上去了 要么就可能可以登上去了 今年来看的话是可以预测的 对 其实我们生活在现在 觉得2023年应该是可以的 是吧 对 就有这个计划 反正美国是有这个计划的 对对对 以上呢 就是我们总结的 晚上只为预言家 关于2023年的语言 大家先姑且这么一听 能博大家一乐就很满足了 当然如果这些预言 能给大家在2023年的生活 起到那么一丢丢的作用 那就已经很完美了 对吧 好 不管怎么样 操旦的2022年已经过去了 祝大家在2023年里 新年胜旧年 极极力力 百事如意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 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